记者会现场小朋友们带来精彩的开场表演 基隆市政府首度攜手国际知名的旅游平台AGODA 将在6月1号正式上架搭关巴限定由基隆的旅游专区 各地旅客透过订房平台订房 就可以获得观光巴士优惠券 安排至少两天一夜的游城 深度畅游基隆 就如同我刚刚提到的AGODA是全世界最知名的一个旅游平台 那它的非常多的流量 我相信是基隆市未来绝对有机会可以获益的 所以我之前就拜访过AGODA在台北的台湾总公司 然后请益了很多对于台湾跟基隆未来的观光政策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 今天这个只是第一步 但是我们首先先推出来 希望未来要来基隆住宿的旅客朋友可以透过AGODA 相信会得到好的选择 好的折扣 那我们也会继续努力跟AGODA做更多更好的合作 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合作里面 不仅是将市府这边规划的很多活动 我们能够带给国人 带给更多国外的消费旅客 也希望透过AGODA这样的平台 去提供所有的来基隆玩的旅客都有一个良好的住宿体验 希望能够把基隆的美好带给全世界 那我觉得基隆有一个特别有趣的地方是基隆 它就是台湾的缩小 这里有海有山 所以这一些的这种自然的资源 反而我觉得是可以吸引很多国外的观光旅客他来 他不仅仅是看这种既有的建筑 他也能够真的去体会一些这种不同的自然风光 而且在一个城市里面就有有山有海的各种面向 在这个联名合作的记者会当中 市长谢国良也特别强调行人友善的重要性 他认为一个对行人友善的城市才是旅游观光的重要元素 所以他才会想要打造基隆成为全台路口最友善的城市 而对于交通部长王国才将推动行人专用实项 市长谢国良也表达支持 我非常支持交通部要来把行人友善这个政策 更落实更减少伤亡 那每一个政策都有一体两面 有一些比较大的路口 我们基隆市也正在严拟 未来跟交通部交通处研究好了后也会推出 就是行人在专用的时间只有行人能走的一个时段 是不是每个路口都适合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待商榷 但是我们肯定交通部的用心是希望把行人的环境 要打造得更好 这个跟我一上任以来就不断强调的 一定要做好行人友善 要不然一切都是空谈 大家可以现在看到 我们现在是非常努力在做 而且基隆现在也有不错的成效 反而现在是其他县市要来追赶基隆目前的一个 我们已经推广的一个绩效 但就如同我讲的这个地方首长的决心 跟他愿意把这些政策执行到底的这个企图性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基隆旅馆工会代表也共同参与了这场记者会 也感谢市府携手知名的旅游平台 让基隆的旅宿观光产业与世界接轨 欢迎各地游客的到来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